今年19岁的佳岳是一名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荷兰籍留学生 他酷爱中国文化,从小学习中文 三个月前,他不远千里来到位于长沙的李自建美术馆实习 而这一切的缘由都要从一幅肖像油画说起 2000年5月,李自建携《人性与爱》巡展欧洲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展出时,当地一对夫妇每天都来观展 他们对李自建的古典写实主义油画风格十分着迷 当即便有了请这位画家为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做画的想法 直到有一天,这对夫妇找到李自建,表达了他们的愿望 没想到对方竟没有犹豫,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画这张画,这酒店里面是个很小的画 就是一个,他的一个坐下来的一个肖像 这幅油画从此伴随着小女孩慢慢长大 并让她开始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长大后,她选择在上海安顿下来 并选修了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化与社会课程 我十八岁的时候,我搬家到上海 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参加一个语言乘客 去年夏天,我父母过来中国看我 我们一起去旅游,在中国旅游 然后我们,我的父母发现了 李老师开始他自己的美术馆在长沙 我们非常感兴趣,我们想看一下 得知李自建在长沙开办美术馆后 佳悦和父母就寄了一封电子邮件给美术馆工作人员 微聊对方很快便回信了 李自建也在信中表示,非常欢迎他们过来参观 2019年4月,佳悦开始在李自建美术馆实习 主要负责大型展览的外宾接待工作 向观展者介绍作品,想要表达的内容 那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在这里有机会给外国人介绍一下李自建的友话 因为很多外国人来到美术馆,他们并不知道李老师想表达什么思想 所以我在这里有机会介绍一下李老师对人情与爱的思想 和李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李自建告诉记者,佳悦在美术馆实习以来工作十分认真 美术馆也因多了一个外国女孩格外引人注目 现在他正在这种实习嘛,这个时间既在这里工作 也到这里旅游,到去走一走 我相信他们最年轻的一代 将来为中国的发展啊,中国的文化 向世界的推广啊,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就是我一幅肖像画带来的一个这样的结果 我非常感到欣慰